大家好 我是Flawletter的Kelly 今次的開放和平日會有些不同 大家未必知道為何我們想你們在家製作多餘的業材 撿走保護販 或者去掉一些不太美麗的花枕 這是我們設計的其中一部份 我們希望透過長時間和鮮花的相處 從而令大家放鬆一些 亦可以令大家更加了解不同各種花材 很多時候只讓大家看到插好花的結構是多美麗 未必可以分享給大家看在背後如何處理花材和業材的過程 所以未來我們都在想方法如何展示給大家看 可能拍影片 今次Classic Plus的主題會用到大家很期待的矛單花 今次會用了這隻外號變色龍的矛單 另外還會用到很香的Ohara玫瑰來做我們的花藝作品 大家收到回來的花都可能在沉睡之中的狀態 記得要盡快幫你伸花剪腳 養水 幾小時後花就會回復原來的狀態 第一次收花的朋友記得看我們的花材處理短片 我們首先介紹花材 今次會用到現在很當作的Pione 我們會用到變色龍這個品種 又來自荷蘭的康乃馨 康乃馨處理業材方面要特別小心 至於如何處理它們和幫人手開飯 可以看看以下的連結或IGTV 我們會用到白雪 神紅色的Ohara玫瑰 楊金菇 楊金菇 今次會用到飛燕草 又很輕盈的噴泉草 最後醃材方面會用到開心葉 就像這個開心葉一樣 你會看到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例如有些葉可能是疊了 有些黑點甚至是崩了 其實大家只要將一些不漂亮的地方剪掉 但因為我們今次的開心葉 其實是做一個Filler的作用 不會看得很清楚 所以很多時候我都不會太過修飾它 由它自然的狀態就可以了 我們為大家準備了一個flower recipe 裏面就列明了大約每一枝花的長度 來做以下的arrangement 大家處理好花材之後 就可以將水倒入花瓶裏面 到大部分的位置 然後就用我們準備給你的營養粉 可以整包倒進去 然後拿一枝花攪一攪 用了營養粉之後 可以隔天才幫鮮花、剪腳、換水和洗花瓶 到時就用第二包營養粉 就算沒有營養粉 都建議大家每天幫鮮花、剪腳和換水 鮮花會保留得更漂亮和長時間 剛才會將開心葉平均放在花瓶裏面 用兩枝放在花瓶的左邊和右邊 而第三枝放在花瓶後面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短三枝的康賴氫 第一枝放在花瓶裏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短三枝的康賴氫 第一枝放在花瓶裏面 花瓶前面這個位置 而第二枝打對角這樣做 第三枝放在花瓶正中間 最長的一枝留待會才插 之後我們就會用最短的O'Hara玫瑰 O'Hara玫瑰最大的特色是一個很大的花頭 而盛開的時候會比現在更大 第二樣是它很獨特的很清甜的味道 跟一般玫瑰花是不同的 收到回來大家一定要幫它去除醃材和刺 你會看到有時有些保護粉留在這裡 大家把保護粉拿走它就可以了 這枝O'Hara玫瑰會放在前面 這枝康賴氫的左邊 記住打斜插在花瓶裏面 花頭向前面 然後中間長的那兩枝 我們會放在花瓶的左右兩邊 一邊插都聞到O'Hara很香的花香味 最長的一枝會放在花瓶的12時位置 這次我們會用了很多大花瓶的花 例如Pione、O'Hara玫瑰 所以在未完全盛開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這個組織比較稀疏 但一到幾天開大後就會非常豐富 現在可以用最長的康賴氫 放在花瓶這兩朵玫瑰中間的位置 你們會留意到今次有很多不同高高低低的花 第一可以營造鮮花的自然感 第二可以留空位給Pione 因為Pione是比較大的花 所以我會把它放在比較高的位置 預留空位給它們開花 現在插的就是我們的小初菊羊金菊 例如我一看到有些花頭都在截了 好 先剪掉它 它的花頭有時很容易向下水 這個狀況代表它是未喝夠水的狀態 可以幫它剪腳剪短一點 喝了水後就會站直 第一小束的羊金菊 我會放在前面這朵康賴氫後面這個位置 食材後沾了 小心的儋니까 鍊片要讓它解開 第二小束放在後面這一朵康賴氫 用最短的Pione 介紹一下Pione有什麼特別 中文有一個綽號叫變色龍 因為收到回來時是深桃紅色的狀態 日子慢慢會變成不同顏色 桃紅顏色慢慢變成橙黃粉紅 最後是黃色和米白顏色 每天都會看到不同的變化 Pione有很多不同的狀態 很多時候是花嵌的狀態 給大家看看Pione在花包是什麼狀態 會看到有些黏黏黏的質地 這支牡丹還有一些葉材在尾撕走 撕走之後就會變得很漂亮 好像這支 這兩支Pione都是同一時間拿回來 這支已經開了 這支是完全盛開的狀態 所以每一支開花速度都會有不同 它越開得大 顏色就會變淡 所以這支會比較深色 這支會慢慢變成橙粉紅顏色 第一支會放在這朵O'HARA玫瑰後面 這個位置 花頭是向前面的 之後比較長的兩支 都會放在花瓶的左邊部分 第一支會放在這朵O'HARA玫瑰後面 第二支會放在花瓶大概11點方向這裏 現在看到它是一個比較桃紅色的狀態 過多幾天它會慢慢變淡 最後會變淡黃顏色 每天看著這支花 有不同的變化 就像家裏這幾天都放在不同的組織 飛燕草 如果看到花瓶不是太完整 太美麗的話 就把它漸走 我們會放在花瓶這朵最長的O'HARA玫瑰後面 現在可以用我們的白雪 首先在花瓶左右這兩支的O'HARA玫瑰旁 都割一支下去 到最後一支我會放在花瓶這個CARA玫瑰旁 噴泉草 第一支我會放在花瓶這個位置 我們剛剛用這支白雪的旁邊 我特意留一兩塊的葉材 來營造一些不同的線條感 我們今次用的Pione變色龍 它會每天有不同的顏色 亦都開得非常快 所以花瓶相對來說 比其他Pione會較短 所以大家儘量放在陰涼的位置 就可以延長花瓶 第二支會放在後面這兩支Pione中間 今次的作品就完成了 今次和大家做了一個有變色龍系列的作品 其實插花不是真的那麼難 最重要是享受當中的過程 如果大家在這方面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做完之後記得拍一張照片 傳給我們或是Tag我們 每個月最美的那個 我們會送一盒花給它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